夏立元要去當然最終一件事情 就是要讓國台辦 要讓宋濤吃下定心丸說 我們還是堅持九二共識的 我們跟你雖然換了宋濤 還是跟你是一國的 在九二共識的問題上面 我們大家的意見是一致的 你要把它講成書誠也可以啦 夏立元這次要去談的主要政治任務 要不就是今年的國共論壇重新恢復 要不就是朱立倫 還要趁黨主席的時候 趕快可以訪中來一個朱席會 夏立元兩次去的時機 都非常的不合適 所以這一來一往之間 我覺得最後國民黨會被北京 被中共吃盡豆腐 夏立元後天訪中 說要建國台辦主任宋濤 而且說有重要的政治任務 多重要的政治任務 幫誰講話呢 夏立元等於是半年內 兩度到中國去 其實像是很密集的 國民黨副主席這樣子 然後而且特別是在台海 這麼緊繃局勢緊繃的情況之下 上一次去大家還記得八月十號 就是中共軍演的最後一天 發表這個新的對台白皮書的 當天下午他到中國去 不過上次沒去到北京 那這一次他的行程 就我所了解 大概八號去第一站就到北京去了 也就是說他第一站一下飛機 可能立刻就可以見到宋濤 這是一個狀況 那再來大家討論說奇怪了 夏立元這時候去幹嘛 大家講說其實朱立倫在去年選後 就開始積極跟對岸聯繫要安排 這個仿中的行程 那夏立元這個行程當然就是選後 這段時間所安排好的一個狀況 那去幹嘛 他講說我是關懷台商 關懷台生又來跟上次一樣 你半年前才去關懷過一次 現在又要去關懷一次 這麼需要這個去關懷這些人嗎 那可見得更多是什麼 可見得更多是要去跟宋濤打好關係 國民黨是很擔心的 第一個宋濤也好 或者是接下來的國台辦 我們其實在節目當中講過 這是國民黨完全陌生的一個生態 過去這些老的國台辦的這些幹部 主任 其實退的都已經退休離職 現在來一個是嫌習近平之命 而且看起來是跟國民黨完全陌生的 你說國民黨緊不緊張 過去國共這樣子的一個緊密的結構 現在來了一個新的完全陌生的情況 要不要先去認識了解 甚至要不要先去好好談一談九二共識 所以你看國台辦 今天發言人的這個新聞稿 說歡迎這個國民黨副主席夏宇議員 一起來台雙方在九二共識 這個反對台獨的基礎之上 一系列的一系列的事情要做 所以當然就是要讓夏立妍要去 當然最終一件事情 就是要讓國台辦 要讓宋濤吃下定心丸說 我們還是堅持九二共識的 我們跟你雖然換了宋濤 還是跟你是一國的 在九二共識的問題上面 我們大家的意見是一致的 我想這件事情 你要把它講成書成也可以 你要把它講成在九二共識的問題上面 一輪要不要選總統 今天他是國民黨黨主席 他可能是極少數國民黨 現在站在檯面上 這些政治人物上面 可以光明正大 民政言順 只要有國共論壇 可以見到習主席 這怎樣 兩岸的論述掌握在我手上 你誰將來郭台銘要選總統 侯友宜要選總統 在兩岸的問題上面 你要不要聽過我的意見 甚至我自己就可以出來選了 因為我經過習主席認證 對 在兩岸的問題上面 是不是有更大的空間 所以從國民黨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這兩層 恐怕是他朱立倫真正的盤算 但是北京不這麼想 北京現在想什麼 想一想 宋濤在見這次夏立言之前 見了誰 洪秀柱 在見洪秀柱之前講了什麼 講了說這次 有識之士 對 要跟所有廣大有識之士 共商所謂的 這個方案 這個兩岸 兩次台灣方案等等之類的 洪秀柱去了 這個大家都說 反正宏統人士 雖然是你國民黨的 國民黨每次都講說他個人意見 OK 洪秀柱去摸完頭之後 隔一個禮拜 夏立言要去 你這不是也是有志之士嗎 對宋濤來講 他就行錯 你看國民黨也是我們廣大的 統戰的有志之士的對象 而且堅決的支持九二共識 完全落入國台辦 完全落入這個北京的 這樣的一個下環 所以我還是覺得 夏立言兩次去的時機 都非常的不合適 對一個上次去是軍演結束 然後這個白皮書發表被大家被台灣罵成臭頭 你還是義無反顧的去了 那這一次在人家要號召有志之士的時候 你又去了 對你又去了 你又被號召了 所以這一來一往之間 我覺得最後國民黨會不會被這個北京 被這個中共吃盡豆腐 我覺得這個可以看的 好 請教一川哥 所以為什麼要那麼急呢 這兩次去 是不是朱一鱗他要取得北京方面的認可呢 而且這一次還說 有重要的政治任務 大家也說多麼樣的重要呢 夏立言到中國之前兩天前兩天才來向政府來申請 你又是殺大家一個措手不及 你挑戰的 好 讓大家說二月六號的時候 才要來向政府申請 怎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你看中國這個間諜氣球才剛剛被打下來而已 你國民黨就馬上這樣跑過去了 對 現在中國因為要找有志之士 大家來討論事情 所以盡情 洪秀柱 陳玉珍 他們都有去報名 現在要去參加做有志之士 然後過江之際大家爭先恐嚇 夏立言這團大家也關心說 什麼人有對到 什麼人沒有對到 現在說要去要有重要的任務 這就中國內閣改組 內閣改組 新的閣員上任 總是要交代這裡阿弟說 現在你們臺灣要做什麼 所以有幾個都去了 夏立言這道去就是去聽訊而已 不達政治任務 你們回來後應該要幹什麼 還有辦法促進兩岸關係 要促進一國兩制 臺灣方案 可是一國兩制已經破產囉 九二也沒有共識 那你現在夏立言去 是要找出一個新的結套方式嗎 沒有 這怎麼有破產 對國民黨來說這沒有破產 對夏立言來說 他去 因為是一國兩制 臺灣方案 有志之士 不然他去做什麼 他敢去跟王富林或宋濤說 沒有 我沒有一國兩制 他敢說嗎 他絕對也不敢說 不然他去就在九二公事 九二公事 宋濤說你們支持一國兩制臺灣方案 如果沒有出口在左邊走一邊去 對不對 所以他去就是去做阿滴人家交代的事 不然第二就是什麼事要面交嘛 我們網路買東西不用怕的 有什麼東西要面交嘛 什麼東西要給你看嘛 或是跟我說要安排朱立倫 教習近平要記憶嘛 但是這一些動作去的是代表國民黨去 現在後面大家就關心說 好 現在這樣去之後 是國民黨要選總統的這些人 包括侯友宜你的態度也要說 郭台銘你的態度也要說 所以夏立言這麼急著去 申請的時間 讓我們入委會的時間這麼多 要帶什麼人去 要說什麼事情 大家要很關心 因為這他現在回來說的立場也會影響到我們美女總統的選舉 那請教翼酸哥 真的會晚到今天上午才來申付這個來函嗎 入委會說他今天上午才收到 會這麼晚嗎 一般如果這種人要記 我們都很早就知道 現在要申請 上一次八月十號去也是一樣 八月六號 七號才送給入委會 是兩天前 所以就殺你一個措手不及 是不是 你如果沒給他去 你如果沒給他去 他就說兩岸的關係 你為什麼要阻擋兩岸的合作 大家合談的事情 現在他就跟你搶兩天 入委會你也不得不答應 好了 完全你們就去有事之事都去報名了 好 但這一次可能夏立言不只會這個跟宋頭來見面 還有可能跟王滬寧來見面 這個用意為何呢 夏立言去是幫朱立倫破路 對啊 我們要看未來三個月之內的朱立倫 看三個人 夏立言的仿中 黃介正教授現在在華府 李嘉靖 也就是李靖他爸爸 朱立言的特別顧問 安排朱立言訪日 那朱立言我們講 這幹嘛 選總統 朱立言一直都不放棄 朱立言想要塑造一個形象 當然是政治 就是他是美 中 日 三方都能接受的人選 那為什麼夏立言要先動 因為當然是中國這個領導班一直改了嘛 王滬寧是未來對台的第二把手 統戰最高的第二把手 一定要去接觸啊 宋濤是新任的國台辦主任啊 一定要先去接觸啊 那有沒有通關密語 因為第一個你會看到巧遇 第二個有四個字啦 反對台獨一定要講 對 這樣子他才能夠變成什麼 三方 他塑造的那個 三方的公約數 朱立言的目的只有幾件事情 選2024 他沒有那麼複雜